麦此元同学们大家好 在上几课里面我们说到通过lologis的http模块来搭建服务端的代码 那么这几课里面我们就要接着上几课指点 通过lologis的http模块来搭建code端的代码 那么code端的代码怎么搭建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文档 首先啊这个服务器的搭建我们说通过这个create server来创建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方法叫create client 这个代码一看啊这个方法一看啊它就搭建code端的代码 那我们点击看一下 这里啊它这里解释的是该函数里去用 请使用什么呢http模块的request方法替代 它这个方法将为什么呢得到一个新的code端 新的code端这个post host表示什么呢要连接的服务器 它这里会创建一个新的code端 这个新的code端它其实是一个对象 这对象是哪个对象呢我们看一下返回上层 这个对象叫什么呢叫做http client request 这个刻短啊 这么一个对象 那么它叫我们它建议我们用什么呢 它建议我们用这个http模块的request的方法来搭建 我们看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怎么使用 这个方法啊这个load维护了几个连接每个服务器的http请求 这个函数允许什么后台发布请求 也就是说这个函数它会发布请求到服务器上面去 发布服务器之前它需要一些参数 这里两个参数啊这两个参数 那么这两个参数分为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option可以是一个什么呢 对象或者字不串 如果这个option是一个字不串 它会使用这个ui2的pass这个盘术解析 那么这里啊我们不管字不串 我们直接用对象对象来解析 那么这对象在这个js里面啊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它就呈现出那种建设对的形式那种来设置对象的 好这个option里面啊它是一个发送那个请求头的选项 这个请求头里面包含信息呢 包含这些信息 这个请求头是什么意思 就是上次我们讲http模块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http数据包里面啊 它有请求行请求头 控行数据啊请求数据啊等的一系列东西 其中请求头里面的东西就是这个里面啊 就这里面包含数据啊包含信息 啊这里面东西当然它也随时默认词 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我们必须要写完的 它有些东西不需要写也可以 那么这里啊我们知道这个option是请求了一个啊 参数这参数待会我们要进行一些设置 比如说我们设置下主机名 还设置上drack号啊等等一系列东西 可能还会设置一下我们请求的方式 等等一系列的讯息啊 那么其他东西我们就可能默认的形式来来发送 好那么第二个参数是什么呢 第二个参数它是一个回调函数 什么叫回调函数啊 就是当我们这个请求发送数据成功了过后 如果没有出现错误 扣装给我们响音数据过来的时候 那么这个数据我们可以通过回调函数来处理 也就是它会自动掉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就可以把服务器响音过来的数据来处理 进行一个显示或者是打印 或者是设置在其他地方 那么这个就是htp request这个方法 它所需要的参数回调函数 这个htp模块啊它会返回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client request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有一系列事件 这事件我们也不多说 上次我们也说过这个事件 上次我们在讲服务器段的时候 我们讲过这些事件 它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它里面有两个方法 write end 这两个方法我们待会来讲一下 用的比较多的也是这两个方法 当我们要发数据过去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用这两个方法来实行 好那么我们不说多了 直接上代码 由于这个时间限制 我们这个一个视频时间比较短 所以说这个代码我都首先敲好了 敲好过这里我写好处置 我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这里搭建一个服务器段 我们先从服务器段开始讲 因为我们上次讲过 我们就当做回顾一下 巩固一下 那么先看这里 首先我要使用这个HTP模块 我要用request函数 把这个模块导入进来 导入把这个函数来过后 然后我们这个这个模块上面 调用这个create server 这个方法来创建个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创建好了过后 它会在这里注册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用来干什么呢 就是当请求一旦到达到达我们的服务器 这边来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函数 来实现进入数据处理 你数据接收 并且还可以响应数据过去 所以说所有的操作 我们都可以放到这个函数里面实现 好 那么这个函数里面这些代码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这先不管 再会我们来解释这个什么意思 我们只需要知道 这个里面它来接收数据 接收完数据过后 还在这下面这段代码来响应数据 就是把数据发回去 把它靠到下面去 好 最后它这里点 点listen 那么这个点listen 为什么没有写这个 server点listen 上次我不是写server点listen 其实它这个支持链是变成的 什么叫链是变成的 也就是说 我这个http create server 它创建出来的东西 本来就是个server 本来是个server 那我直接可以什么呢 直接可以这个server点listen 直接点听代码就行了 所以这里我你写个server也行 不写server也可以 直接监听就可以 那么这个是服务器端 我们再看客户端 客户端因为它什么呢 它也是通过这个http这个模块来实现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也必须要导入这个http模块 这个导入模块跟服务器端一样 这代码没什么说的 那么这里啊 我这里要发送数据 我假设用个变量data这个数据来保存 client帽号helloserver 就是跟服务器打算招呼 然后这个请求参数 我指定要哪些信息呢 open 你看它这里是个对象 这里到这里 好第一个host 就是什么呢 我请求那个主机名 他IP地址或者是他域名是多少 这里我因为是本级 所以我这里写127.0.0.0.1 第二个信息是什么呢 端口号 这个端口我这个服务器啊 它监听是3000端口 所以说 我这个code端的话 必须要指定3000端口 才会发数据发到服务器 上这个这个代码上 这个程序上来 所以说这里我必须要指定3000 这个端口 第三个 这个method是什么呢 提交方式 这个提交方式 这个我们也在那个http 那个章节里面啊 有说到 啊我们这个数据提交方式 有几种啊 什么post啊 get啊 delete啊 等等一系列啊 很多啊 这些信息 这些方式都可以提交数据 发送请求 还有一个最后这个headers 这个headers用的干嘛呢 这个headers 因为我们这里提交数据方式是post 那么这个headers里面 它必须还要指定另外一些信息 这另外一些信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发送数据的类型 方式类型 那么我们按照这种方式来发 当然这是我们 这个htt协议啊 规定好的一种方式 如果你post的方式发数据 那么你必须要指定这些东西 好下面这个什么呢 下面是我要发送数据的长度 啊目前我的长度是多少呢 就是这个支付枪的长度 那么这些东西指定完后 大概的我们这个请求猜数就ok了 那么后面还一个什么呢 这里下面还有一个回调函数 当我们这个请求发送过去的时候 因为服务器端 可能也会给我们返回数据过来 所以说我们要注册回调函数 来实现什么呢 数据的读取 这个回调函数比较简单 我这里定一个变量 它等于这个方形 这个方形这里面我出来个参数 这个参数注意 它是一个什么对象呢 它是一个这样的对象 这个对象我们这里 也先不讲 也先不讲 待会我们一起来讲这两个对象 它其实是一个请求对象 好 那么这个 这里干嘛呢 这里其实我也在读数据 然后这个函数 定义好了过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什么 第二个HDP模块里面的request方法 那实现什么呢 发送请求了 有这个option请求参数对象 有这个回调函数对象 这个参数 那么我们发送数据请求 发送到这个对应的服务器上面去 那么服务器这边接收的数据要过后 它把对应的数据打印出来 打印过来过后 它也干嘛呢 它也想应该就去画过来 它这个客户端这边来 这个客户端 就通过这个方式打印出来 那么这里我还注册了一个什么呢 出错事件 这个出错事件什么意思啊 就是如果我这个发送数据出错了 我可以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事件 调用这个函数来得到对应的信息 因为我这里打印了什么 我这里打印了这个 事件对象里面的message 它就可以显示我这个什么地方出错 那么这个事件绑定的方式 其实跟我们以前绑定的方式一样 通过on 它返回这个request对象 点on 绑定一个什么事件呢 绑定一个错误事件 这个错误事件在哪里看得到呢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面并没有错误事件 并没有错误事件 我们点击去看啊 由于这个 http request这个对象 这种类型 它的负类型什么呢 它实际上这个接口 也就是它负类型 就是这么一个接口 我们点这里看一下 这里一看 你看这里 这里有个error 它其实就在负类上面的一个实际对象 包括我们后面说的request对象 和response对象 它也是这样实际的 所以说它绑定的是这个事情 你在这个原文档里面 这个类里面 可能还看不到它的实际 所以说这里 大家注意啊 这个error 是它负类里面的实际 被它寄生下来了 那么这里我把信息打印出来 注意这两步啊 这两步 我说干什么呢 我是要通过这个request 这个请求对象啊 the right的方法和n的方法 一个什么呢 一个是写入数据 就是我要发送数据什么呢 就是data嘛 就是我这个字团 我把这个字团放到哪里 放到这里来 然后我点n的 才真正把数据发送过去 但是这两步大家一家数据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发数据 那么这两个方法在哪里 可以看到呢 在我们这个文档上面也有 这里啊 right end 其他方法都相对来说 不是很重要 我这里就不挨个奖了 就时间有限啊 好 那么我们来运行 跑一下我们的程序 首先我们要启动我们的服务器端 让它等待再接收数据 然后我们再启动我们的客户端 运行 那么服务器端这里啊 这里看一下服务器端这里 然后它哪里一个 这里client说了一句 helloserver 它接收的数据 并且打印出来了 然后这个客户端也介绍了一句话 服务器说的 helloclient 那么他们两个实用通讯 就完成了 通过这么两个代码 我们就可以实现什么呢 客户端跟服务器端 数据的交互 当然我们这个交互数据相对比较简单 代码也比较简单 它并没有像我们那个浏览器 或者是什么服务器那样 可以发送什么很多种类型的文件 比如图片啊 HP代码 CSS样式啊 JS代码等等一系列啊 这个数据没那么复杂 但是我们这个基本的原理也是一样的 都是通过这样的底层方式来发送数据的 好 那么这个整个程序走通啊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客户端的代码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这里我要说一下 这个数据它到底是怎么接收到的 这个服务器端的代码 它到底是怎么接收到的 怎么发出去的 那么讲到这里这里的时候啊 我就不得不说一下 这两个对象 一个是request对象 一个是response对象 我们先说服务器端的 服务器端这个函数啊 function 它注册好了过后 就是有请求信息来了过后 它为什么呢 它会调用这个函数 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它会为这个函数传两个对象过来 一个是request 一个是response 这两个对象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 定一个行参来接收就行了 也是我这个request 这个req 这个函数 它其实就代表了请求对象 那么这个请求对象 它到底是个什么类型呢 我们看一下啊 它其实是这么一个类型 就是什么 incoming message 这么一个类型 这个类型里面啊 它有很多方法 并且还有一个事件 比如说http version http版本 headers 还有这个什么呢 real headers 原始的那个请求头 这个是处理过后的请求头 并且它有一些方法 这个是setTimeout 这东西啊 请求方式 UIL 状态码 socket 就是当前我们的请求 所对应的socket流 socket的那个网络对象 好 那么这些东西啊 我们就在这里通过 这个东西打印一下 我们直接在这里 当请求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 request对象 来获得里面一些信息 比如说 getmated 这个mated 不是的 这样 这个 这个属性 没事了 来获得他请求的 提交的方式 啊 我们把这个信息打一串啊 好 那么状态忙我们打一下 帮助他 穿起来 iq.什么 Status code 看这个属性啊 这个属性 Status code 当然他这边还有一些方法 这里还包含请求头版本 这个版本我们打印一下嘛 UIL 这些东西我就不打印完了 随便打印这个 都是一样的道理 好 我们就显示这本信息 我们再运行看一下 重新运行服务器 然后运行COP端发送请求 那么这时候我们看COP端接受服务器发送过来数据了 我们看服务器端打一下什么东西 看这里请求方式POST 状态码为什么呢 状态为空 因为我们这个COP端这里并没设置状态码 UIL是什么呢 是个斜杠 所以说我们就得到一些信息了 就通过什么呢 通过request这个对象来获取它 所以说我们要获得从客户端发送过来的数据 一定要在这个incoming message这个对象里面来获取 那么这里我们读数据request里面 这里客户端还发了一个什么呢 发了一个这个hello server 这个数据我们是什么得到的呢 其实他也要从什么呢 也要从这个request对象里面获取 他怎么获取呢 这种这种数据获取啊 他必须通过流露形式获取 就是说通过字节码形式写过来的 那么字节码形式写过来 我们这怎么来接收呢 什么时候他写过来呢 我们不知道 那么当他写过来的时候 他会触发这个对象的一个事件 触发什么事件呢 触发这个data事件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request这个对象 要接收数据的时候 我们可以注写一个什么data事件 在这个data事件回对函数这里 接收数据 那么这里我写了个判断 如果这个request.message toupcast 就是把转成大写 它是什么呢 它是post的话 因为我们要分开处理啊 get的方式和post的方式 它处理数据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判断 分开处理 而当我们有post的时候 那么首先我定一个变量 来保充我的数据 而我在这个request函数上面 绑定有什么data事件 注意这里绑定是data事件 我们看一下 这个incomingmessage 这里好像并没有什么呢 并没有data事件 它只有close事件 那么看一下 看在这里好像确实没有 那么这里你看一下 它实现了什么呢 实现了readable stream这个接口 它实现这个接口 我们看一下 这个接口里面 你看一下 它就很多事件了 什么readable data end close error 等等一些事件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request的这个对象 它其实它底层也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继承复内的一个事件 那时间数据就绑定了 它这里根本看不到那个事件 是它复内里面才有的 所以它能继承下来 好我们看在这里 我们绑定这个事件 并且绑定end的事件 这个end的事件是干什么呢 data事件我们知道 有数据过来的时候 它会反复的接数据 当我们数据接收完成的时候 它会调用什么呢 它会调用end的事件 所以说我们这里还注册一个end的事件 用个函数 那么当数据发送往来过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end的事件 打印出来了 所以最终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看到服务器端打印一个这个 client hello server 就是从这里打出来的 这里我们get的方式没有处理 这get的方式处理 我们在后面再讲 这里所说我这就打印句话 如果是其他方式 除了get还有delete 还有等于系列的很多方式 我通通什么呢 我通通一句话也代替了 我这里不处理了 这就是我们的请求对象 除了请求对象之外 还有什么呢 还有响应对象 这个响应对象是干什么呢 请求对象是客户端给我们发送过来的数据 提交上来的信息 我们从请求对象里面获取 那么如果我们要从服务器端发数据过去 那么我们必须通过什么呢 必须通过这个响应对象了 这响应对象 它也是个什么对象呢 我们接着看这个文档 这个文档上面这里 server response 这个对象 就是一个响应对象 这个类型里面它有哪些东西呢 它相对来说说的东西比较独乱 比如说 我们这里一个write header 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恰使用这个方法 我们看一下write header 这个write header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请求的时候 又请求了一些投信息 那么响应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写信息给浏览器呢 浏览器才知道 我这个数据应该怎么解析 我看到底才是什么什么编码来解析 你给我发过来的数据是什么什么数据 这些信息都要包含到这个响应投里面 所以说这里我们可以这么一句啊 说这下响应投 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就是 就是告诉那个扣端 我给你想应的状态码是200 而并且啊 我给想应过来的数据 它是一个text plan text plan就是什么 就是内容的类型 内容类型 也就是说 你响应过去的内容是什么类型的 我们这里是什么呢 是文本字不串 这里啊 这里啊 响应过去的是文本字不串 所以说我先text plan 如果是 xml文件的话 那么我们这里设置成什么呢 text hml 那么并且在后面我们设置了什么呢 设置了我们这个编码为utf-8 设置了这些东西过后啊 当我们想写数据过去的时候 他默默的会把这个以文本的形式写回去 并且add utf-8的编码 那实际上对数据的发送 啊这个写数据写完过后 啊 看这里 他有写数据啊 有写数据 这里write write 他有一个n的方法叫什么呢 发送数据 他跟那个 请求对象 是一样的 他发送数据还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n的这个方法 所以说跟我们客户端是一样的 我们客户端这里数据也是也是需要 啊发送数据 写数据发送数据写数据发送数据 啊这也是写数据发送数据啊 当通过这样发送 那么他数据发送扣不断了 那我们看到这下面还有一些其他方法 我们这里一个write header 他其实可以用两个方法来组合起来 比如说什么 setStatialCode StatialCode 这个StatialCode就是刚才是我们那个状态码 我们可以单独拉去设置 当然我们可以是通过上面的方法一起设置 他下面还有一个方法叫做setHeader 就是我们后面这个键子啊 这两个东西我们也可以分开写 啊就用setHeader来实现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第一个参数 这个就是第二个参数 这样才是 那么要么你就直接什么write header 一次性在一个对象里面设置完了 这种方式都是一样的 说说这个我就做多演示啊 那么这里有getHeader 这getHeader是什么就是获取 你收藏好的那些投信息 你可以打印出来看 啊这里还是remove removeHeader 就是把移出 移出哪一个 啊这里获取哪一个 他都在这个后面的有参数啊 那全对应的那个那个投信息名称 比如说我要设置什么呢 我是这个content type这个头 那么他头名称就是什么就是content type 他里面的值就是什么 就txplan charset等于utf-8 这是他值 啊这个是 那个响音头的一些信息啊 那么这个内容我也不多做过度的介绍 我们这里指指了这个这两个方法 长度方法就是这两个方法write end这些方法 啊所以说这里这两个对象啊怎么用啊 这里我也说清楚了 大家下来的时候都看一下文档啊 都查这个api 看一下里面他他举例是怎么去的啊怎么使用的 啊那么这讲到这里啊 我们这个 http模块啊基本上讲差不多了 但他也有其他东西这里有一个实验原因 我就不讲啊比如说这里还有agent这个类啊 他也是发送你信息的 这个大家自己下来查看一下 好这里一个htt模块 靠端以及这两个对象啊我们就讲这里 谢谢大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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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